崇祯皇帝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无疑是在不动声色中处去了全清朝野的魏忠贤 神明自韵四字是明末清出松江金上海市 明是下约一对司宗朱友 剪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的评价 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谭谦等人 对于司宗在出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 魄力都叹赏不已的却在天气末年和崇祯初年 司宗的政治才能风昙花一线般绚丽夺目 他在接替自己的长兄朱友笑得的皇位之后 很快进入角色并顺利排除一切影响 他皇位和执政的因素 在明代历史中 司宗战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无疑是在出动声色中处 去了全清朝野的魏忠贤 天启七年16278月24日 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 朱友典正式及皇帝位定四年改元重贞 当时魏忠贤以私底兼领帝太监提督东场 魏忠贤的亲信 田二更为解一位提督 崔承秀为兵部尚书 朝廷内外自内阁 六部乃至四方总督 寻服遍布魏忠贤的死党 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司宗 只是因为明代皇权的权威而 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司宗在8月23日入宫 当天一夜未眠 取来巡视 宦官身上的佩剑 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 不吃宫中的食物 支持秀忠私藏的麦饼 整个宫中都处在一种非常恐怖和压抑的气氛当中 登基之后的司宗 甚至要除去魏忠贤 必须要首先稳 顾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 他一面像他的哥哥猪有效一样 优待魏忠贤和克氏 一面将信王府中的时候 宦官和宫女猪贤带到了宫中 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吴司宗 则始终无法传透其心意 他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 到底将如何对待他 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司宗 司宗在明代皇帝中 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怎么好色 在当时战战警警的心态下 司宗自然对每个更无兴趣了 据说司宗怕引起魏忠贤的担心 将魏忠贤送来的四名诀 四女子全部留了下来 但却仔细地将四名女子都搜了身 结果四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 记住一颗细小的药丸 宫中称为迷魂香 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 司宗命四人将要玩回去 魏忠贤千帮百计的祥导 因司宗做一个荒淫的皇帝 一计不成 另生一计就派一 各小太监坐在宫中的伏壁内 手中是迷魂香 史诗中自然因约住一种奇异的幽香 以达到催情的效果 这一招同样被司宗拾获 并大发感叹说 皇考皇兄皆为此物理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司宗 魏忠贤于是钱翠 采用更是裸的试探方式 这时一些无耻的陈公门仍然 不停闭上书围 魏忠贤大唱颂歌 司宗读这些奏书的时候 宗室签约写笑 魏忠贤于是在9月20 5日向皇帝上了一道 丢报件辞职溃书 向皇帝请求停止 为他监造生词的活动 司宗的批复是不恩不货 以后各处生词 其欲举位行者干行停止 这样一次顺水非洲之举 便一直的朝野上下 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 而又不至引起魏忠贤的恼怒 相反 司宗还不断地加奖魏忠贤 王体前 崔承秀等人 自然司宗心中明白 这一切早晚都会收回来的 他在静静地等候时机 却又暗暗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政治斗争是非常微妙的 也许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 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 有投机的 有不动声色的 有杠直冒死实践的 因此最后倒位的时机竟然手 先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动的 天启七年1627 10月13日 玉石阳为人上书 但何崔承秀 却美化 厂承魏忠贤 承秀毫无异于厂承 而且若离厂承类 盖厂承公 而承秀斯 厂承博爱贤 而承秀探 厂承上之为国为民 而承秀为之事全大会 这百明了 是丢车保帅之策 司宗自然指导诗人兵部 上书的崔承秀 在燕党中的负量 崔承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 吴虎之一 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 而且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 崔承秀的儿子 崔朵虽然 幕布什丁却还能中进士 逐去崔承秀 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 在静透了七天后 司宗决定免除崔承秀的兵部上书一旨 令他回乡手势 自一举动 等于是先开了倒背的大幕 敏锐的官员们 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 不是揭发和大和 魏忠贤的奏书 开始接二连三的出现 10月22日 公布主是陆成员 大和魏忠贤 10月24日 兵部主是前员 Q大和魏忠贤 10月25日 警部原外的狼使 公圣大和魏忠贤 直到26日 司宗一直不动声色 任由助陈公 能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 胜过一波 中间还得面 对魏忠贤的哭诉 依然无动于衷 10月26日 还延绚共省前家争上书 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 一定币 二灭后 三弄兵 四五二阻裂 五客销 三封六 五省七烂绝 八点边攻 九伤民财 十谢明夕 应当说 钱家争此书 并不是空中的议论 十条罪名 大都可以坐实 于是 司宗立即开始行动 赵魏忠贤 命令太监当助魏忠贤的 便宣读了钱家争的奏书 魏忠贤 正控商货 立即去找了他的独有 原信王府 太监徐英元 讨教对策 徐英元 劝魏忠贤 辞去决位 也许可以保护 次日 魏忠贤请求 以及辞决 得到司宗的允许 11月初一日 司宗适得徐英元 并再次将魏忠贤点 往中都奉养祖灵思乡 然而 魏忠贤是过贯 乐有权 有势生活的人 出京的时候 竟然还带助魏忠贤一千人 四十一辆大车 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 一个带罪的宦官 竟然还敢如此拔库 无意进一步刺激了司宗 敏感的神经乌势 司宗接住下 礼仪道御址 命令一位奇效 将魏忠贤 缉拿回京 11月初六日 在复城县 金河北复城 南关的旅社中 亲兵散尽的魏忠贤 孤零零地待在旅馆里 听住旁边房间里 一位书生的 贵之儿 小曲之听的 逝去时衰 凌落如飘草 四这番荒凉野 真个不如死 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旁击走 自一而往 从此 树党胡孙散 清算魏忠贤野党的行动 也很快就驻守进行了 在司宗的一再严厉 独责下 重征二年 1629 3月19日 所谓冤党一案 终于定验 一样 司宗能除去魏忠贤 图然说明了 明代皇权的 至高无上地位 带有权势的宦官 其中只是能借助皇权为乐罢了 很难动皇权分毫 然而 司宗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胆略 还是令人钦佩 紧接住亲定立案 无疑更进一步 肃清了魏忠贤的政治影响 这些都体现了 司宗的远见着实 然而 司宗以一己之力 产生了过高的估计 他在此后十年年的统治中 世事不断 世事亲为 过度迷信 自己的能力 这样 司宗的自信 慢慢的变成了自负 变成了刚毕自用 所以 一方面 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 但另一方面 他的世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正如他自己所说 他虽然不是王国之君 但是是乃王国之想 然而 崇祯帝之王国 未必与己无关 如杀人重犯一劫 即是愚蠢的自毁 长城之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